在7個小時之後 攸關全球的一個投資風向 就是MECI全球的新市場指數 會把中國的A股 納入它的成分指數當中 那這個公布的結果 會在今天晚上 就是明天凌晨 早上4點半 而公布完之後 會有兩場的媒體的電話會議 那這也是大陸的A股 第四次來叩關挑戰 然後爭取MECI的認同 是否把MECI納入全值指數 那我們先觀察 因為這一次預期非常高 所以MECI也特別在公布 結果之後開了兩場記者會 似乎感覺是有很多的 一些想像空間 因為假如你不納入它 那你幹嘛再開兩場記者會 所以好像感覺納入的機會很高 那從另外就是考卷 到底大陸的監管機構 做了什麼樣的調整 來迎合國際最大的指數編制機構 MECI 主要就是整個方案的改變 第一個 現在在經過大陸的政管當局 跟MECI的溝通當中 把準備納入 MECI新市場的加速 從原來的448家 縮小到169家 所以規模更大 更集中 而且個股的風險 就是經營風險 相對因為大型化 集中化變得比較低 那官媒明天早上最重要的事情 最重要的事情是 這169檔假如真的公佈 假如真的公佈 哪些跟台北股市會有關係 這可能是明天盤中最大的名牌 那另外一個是 A股在MECI的指數當中 中國指數當中 從3.7% 溝通完之後可能是1.7% 從原來0往上做加入 那到底要多少呢 本來說爭取到3.78 可是現在說我們縮小版 我們先納入1.78的全值 那另外在整個全球的新興市場指數 本來預估A股一加入 先拿1%的全值 可是現在也進行了縮小0.5% 讓這一次的A股 能夠比較經過瘦身之後 穿進這個窄門 所以納入的影響性不大 可是官媒明天早上 這是一個有跟沒有問題 官媒你懂意思嗎 他不是從少變多 他是從有到沒有 官媒你懂意思嗎 像我們知道 生第一個小孩最興奮 生第二個小凡 哇吵死了 生第一個小孩就很習慣 所以你懂意思嗎 所以第一個造書養 第二個造豬養 第三個隨便養 所以這是有跟沒有的問題 並不是少跟多的問題 是一個哲學層次 從沒有到有的一個加入 那我們往下做觀察 因為事實上 到底這一次MECI納入 其實背後扯到一個非常重要的利益 就是全球指數編製的爭奪 還有資產管理公司的市場戰略率的爭奪 那目前全球主要兩大的指數編製公司 那一個就是我們最熟悉的MECI 每個季度都會公佈 那台北股市在每個季度或半年的時候 最後一天都會進行一些尾盤的波動 就是被動行進的調整 那另外一個就是FTSE 這個倫敦金融時報的我們叫富時指數 那目前這兩大的指數機構 都有把中概股納入指數 以中國為例 MECI並沒有納入A股 可是把美國的像騰訊阿里巴巴 在香港掛牌的H股納入了指數 視為中國成本 那目前是5.43% 那富時指數它的編制方法就不一樣 它把境外什麼阿里巴巴 騰訊 香港掛牌H股是4.69% 可是另外針對大陸的A股 採取了1.18全重的一個計算 所以不管是富時還是MECI 大概都是5%左右 我跟我們報告 因為截至去年底為止 中國的股市 大陸股市 它的總市值來到7.1兆美金 佔全球股市總市值是10.92% 好 觀眾朋友來記住這個數字 所以基本上核時 核時這個指數當中 會完全的納入這10.92% 基本上路非常遠 為什麼 因為境外市場是港股 是在美國掛牌的中概股 那事實上這10.92 在全球市場方面當中 目前MECI是0 那富時給的是1.18 也就是以富時為例 還有9倍的調升空間 那MECI有無限倍的調整空間 以美國為例 美國目前總市值在去年底為止是23.82兆 佔全球總市值的36% 就在這一大塊 基本上這一大塊 就是美國的官朋友 那事實上在富時指數也是一樣 基本上這一塊都是美國的 那日本是佔7.7% 韓國佔1.85% 所以如何把大陸給納進來 就跟當年這個IMF 如何把人民幣納進SDR一樣 它會產生一個排擠效果 而這個排擠效果是一個純量的轉移 他們最近常常講增量純量 一個是純量的競爭 對於陸股來講是一個完全增量發展 所以我要請到坦克也做觀察 因為事實上這次碰到很大的麻煩 就是富時指數跟MACI 他們的客戶是誰 他們的客戶是誰 這很重要 這兩大指數編制公司都說 選我選我選我 你希望用參考MACI指數 還是參考英國金融時報的富時指數 所以他們兩個是競爭關係 我們先從全球兩大的資產管理公司 我們就發現大家的兵馬 糧草都很多 不過MACI他最大的客戶 就是我們看到就是貝萊德 那貝萊德基本上 他跟美國華爾街猶太人 那MACI的背景就是摩根斯坦利 所以基本上我們看到MACI 背後有非常強大的資產管理公司 以及美國華爾街的支持 所以目前在新市場的規模 以貝萊德發行為例 就高達316億美金 追蹤MACI的更是高達1.7兆美金 好貝萊德跟MACI是同一邊 另外我們要觀察了 先鋒金金 先鋒則是跟富時掛在一起 所以富時最大的客戶之一 就是先鋒基金 那他在英國 而且很特別 他並不是猶太人創造的 他是蘇格蘭創造的 那目前最大的股東是 倫敦建議證券交易所 所以富時跟MACI第一個在搶客戶 到底誰的指數編制的最客觀最漂亮 會攸關先鋒跟貝萊德 一個高達5兆 一個高達4兆的資產管理生意的一個競爭 那另外是英國倫敦金融中心 跟美國紐約金融中心的競爭 那目前按照富時追蹤的新市場指數 更是高達758億美金 所以坦克爾其實這個背後已經扯到了一個商業利益 不是單純中國那麼納入A股 我們要聊到 因為現在投資人很多買海外基金 有時候是買先鋒 有時候買貝萊德 尤其最近ETF很火紅 基本上你一定是碰到貝萊德或先鋒的基金 我跟官員報告 台灣的法人股東裡面 全台灣股市 第一大的就是台灣的政府基金 第二大就是全球第二大的資產管理 叫先鋒集團 第三大就是貝萊德 所以台灣最大所有股市一千七百檔 最大股東第一檔是政府四大基金 第二名就是先鋒 第三名就貝萊德 所以事實上他們資金隨便的一個調整 都是十億百億千億的移動 您的觀察 對 我們看到這一次其實把MSCI 能不能納入A股 跟所謂的富時指數一起討論 是因為富時在2015年的時候 就已經率先的把它納入相關的權重債 那這一次我們要提醒大家就是說 這一次MSCI很特別是 剛剛事光已經提到一個重點 就是他準備要在會後 發布之後要開兩場記者會 我記得去年是取消 就直接取消說我們不辦 不辦之後大家就說這沒有機率了 這一次反而是他在還沒有公佈之前 就說我們要辦兩場 所以其實機率是滿大的 當然這機率可能有一些瘦身 或是調整過 那這一次其實在這個全球 剛剛事光提到的 不管是在MSCI負時 其實他是必看的兩個指數 就是說就算你是主動型的 你也會參考 然後被動型的話 你就要按照權重來做配置 當然有一些調整 那我們來看 其實最主要剛剛事光已經提到過 就是一個美國勢力在 摩根史丹利是最大的股東 手握資產其實滿多的 其實重點就是這個 MSCI的新一市場指數 這個能不能納入A股 其實是一個關鍵 它總規模大概一塊一兆 對 一兆多 那我們來看 其實在這個富時的話 剛好是因果為主 倫敦教育所 我要提醒大家就是說 現在就是富時感覺起來 就比這個MSCI更全球化一些 因為納入了一個 10%的一個中國市場在 因為他可以說 為什麼兩個在競爭的過程之中 他直接講說 你看不看好中國 你認不認同中國 或者是說 中國大陸的話 經濟成長潛力 因為畢竟他全球GDP 第二大的一個市值的一個 他股票市值也世界第二大 對 世界第二大 所以你會發現 其實缺了MSCI缺了A股 其實就並沒有那麼的全面性 所以這部分其實是大家的爭奪點在 貝萊德其實我們看到 就跟這個 貝萊德是跟這個 MSCI綁在一起 他其實截至2017年3月 全部的資產規模是全球最大 5.4兆美金 非常大 這個已經是 有人說他是全球第三大的經濟體 如果說把他的資產觀點規模 變成GDP來看 對 僅次於美國跟中國大陸 這個負時的話大概有4.2兆 截至今年第一季 先鋒的話大概負第一季 所以你看其實大家在爭奪 其實資產的配置 然後跟資產的部位大小 我們舉一個例子來看 過去一年其實 貝萊德的績效比較好 你比的是什麼 比什麼基金 我們拿兩個來比 第一個是貝萊德的這個 MSCI新興市場的ETF 另外一個是先鋒 負時的這個新興市場的ETF 這兩個檔都很大 都是幾百億美金 對 都很大 第一個前面的資產觀點規模 316.5億美金 對 其中大概1.10 是投到台北股市 對 差不多 我們來看 等一下會跟大家看 對 再來的話 在這邊的話 像貝萊德的話 316億美金 先鋒的話 大概更多500多億 光是這兩檔最大的 對 這兩檔我們拿大來比較 可是大家如果看 接下來的話你會發現 前面都同步 貝萊德贏先鋒 到後面貝萊德是贏的 為什麼 因為這跟定義有關 因為我們知道其實 為什麼MSCN納入A股那麼重要 就是什麼市場在已開發 在新興市場 這個定義是很特別的 怎麼說 我們來看這個 這MSCN定義成就它的績 貝萊德跟MSCN有關 我們來看 因為最有趣的是 它第一個是香港 這不用講 因為跟大陸比較相關 但是香港被定義在新興市場 但是有趣的是哪裡 有趣的是第二個 第二個是誰 是韓國 南韓 南韓在MSCN裡面 是新興市場 是新興市場 但在富時已經是已開發市場 所以說為什麼說這個有一點差別 第三個就是台灣 對 因為我們來看 貝萊德剛剛那一檔 為什麼技巧比較好 因為就差在韓國 對 第一檔持股最高的是誰 三星 富時能不能有三星 不行 因為新興市場的富時不在 韓國沒有在裡面 三星不在新興市場裡面 對 韓國沒有在裡面 所以你看第一名的是誰 就是三星 第二名是誰 是騰訊 在香港 第三有點小 台積電 你會發現 其實台積電也在裡面 然後發現 剛剛事官不是提到 其實這個先鋒持有很大量 或是貝萊德也持有很大量的台股 其實裡面大部分都台積電 所以這裡你看貝萊德 就因為南韓的關係 就跑出來 他的績效 他在銷售的時候 他就可以跟客戶說 我們的績效就是贏過先鋒 我光是貝萊德這檔 全球新市場指數 持有的台積電就三百多億台幣 因為百分之三點五 十多億美金 三百多億台幣 光是這檔ETF 就持有台積電十萬張 所以說你看外資持股 為什麼會到八十趴 很多都是在這種 所謂的大型的資產管理公司 那先鋒跟哪 你看先鋒 你看先鋒第一名 還是香港 第二名就是台灣 因為南韓就不是在 不見了 南韓在已開發裡面 對 第一個持股是誰 騰訊 也還是一樣 第二個持股就是台積電 所以發現其實騰訊 都是最主要的持股 騰訊看的是什麼 其實就是中國市場的一個 科技跟內部的 經濟活力的發展 對 都有 但是差別在哪裡 最快就在於三星 三星這半年漲很多 今天又創立新高 所以說 富時的關鍵就在於 它有中國 可是它沒有三星 沒有韓國 所以它有輸給人家 可是MSC剛好相反過來 它有一個韓國 它這個定義的問題 然後造就整個指數 就比較亮眼 所以這裡的話 我們就看到 其實對於MSCI而言 它在某種程度上 連動的貝萊德 績效就好一點 所以一般投資人來講 假如要買新市場基金 我哪知道你投資什麼 我只翻譯 貝萊德好大 先鋒好大 可是一比績效 發現貝萊德績效比先鋒好 那我當然買貝萊德 沒錯 但貝萊德輸贏先鋒的原因 是因為他們跟隨指數的編制有關 所以不是他做得不好 而是MSCI有韓國 沒中國 那負實是有中國 沒韓國 所以指數怎麼編制 會跟基金有關 基金的績效 又會影響投資員購買 申購的意願 對 所以為什麼這一次MSCI 甚至是貝萊德很積極 因為貝萊德 MSCI之前 貝萊德之前其實是反對 這個MSCI納入A股 然後後來大轉彎說 我建議趕快納入A股 為什麼 因為我們來看全球整個ETF 數量資產規模快速增加 到今年4月已經到4兆美元之多 貝萊德他發現 他的主動式怎麼樣投資 都很難打敗所謂的被動型的基金 所以他這幾年做一個動作 他在今年的話 他宣布要改變 他的主動式基金的投資部門 要裁員 然後用AI來人工選股 然後找加拿大推銷基金計畫的執行長 這個是數據 這不是金融超版背景 這是大數據的專輯 所以你會發現 其實這個MSCI會不會納入A股 跟貝萊德息息相關 因為貝萊德已經準備要調整 他的主動部位 要把往A股做一個移動的做準備 所以這裡我們看到 其實就是轉型的其中 其實就是轉型的其中